通常我都有东西要卖给你们,对不对? 今天我有免费的东西 你说怎么免费呢? 不好意思,不能送给你们,只能够借给你们 是你们教会的书 你们知道你们教会有图书馆吗? 嘿,有一些书我要介绍一下 我记得我十几岁的时候就看这本书 《铁证代判》 我们相信耶稣复活 因为门徒看到他,对不对? 耶稣的使徒看到复活的耶稣 他们做见证,所以我们接受了 我们既然知道耶稣复活了 知道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就相信了 可是有的时候别人问我们很奇怪的问题 我们要怎么回答他们呢? 这本书可以帮助你 而且这本书,我十几岁看哦 不会太深哦 丰富,可是不是难懂的 有差别,对不对? 有的时候难懂的也没有帮助我们 有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 可是不难懂,非常非常丰富 我建议你们看 那这本《密室》 在荷兰二次大战的时候 有一个家庭隐藏一些犹太人 那这个家庭 他们后来被纳粹党杀了 可是有一个姐妹没有死 然后她后来战后就到处讲她的见证 这个见证就讲她们的勇敢 也讲她们的爱 我鼓励你们看这本书 那我十几岁的时候认识一个传教士 她是博士哦 生理学的博士 先去大陆 后来来台湾做学生工作 那大家叫她韩婆婆 矮矮的,很可爱 那我那个时候十几岁 我觉得她很老 大概三十岁 没有,应该六十岁 因为她修了博士 你知道讲英文 通常我们说PhD,对不对 那PhD什么意思呢 她说Praising Him daily 天天赞美主,对不对 所以这是她的态度 我希望你们可以看这个传记 那这本你们应该也听过 《结成为主》 这本是每天可以读的短篇 让你默想圣经的话 我觉得非常丰盛 所以这四本是你们教会的哦 请你们应该跟颜姐妹 对不对 跟颜姐妹借这四本书 好不好 当然上次 我也介绍这本 这个小册子 如果你上次没有买 我今天还带来一些 一本二十块 告诉我们 圣经已经写下来 对不对 怎么传到我们手上 摩西只有写一本 对不对 他没有写几百万本 那那一本 摩西五经怎么传到我们现在 怎么翻成中文 怎么翻成其他的语言 你可以看 很短的 对不对 虽然短 很丰富哦 要慢慢看哦 这不是那种 坐下来五分钟内就看完了 你要慢慢细细的看 那今天我要讲的题目 我六年前在这里讲过啊 你说为什么要重复 我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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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重复 讲同一个题目 有的时候我觉得 这样很公平 这样很好啊 你们听了一次啊 为什么还要重复 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 我讲了一次 应该再讲第二次 对不对 讲第三次 四次 五次 可是 这个题目 我为什么要重复讲 六年前我在各个教会讲完了 好 我等这六年看看 好像没有人在听 因为这六年以来 这个问题非常大哦 你知道我在教会工作 我们知道很多人 他们生活上的一些秘密 通常我们认识一个朋友 好 我问他们 你们家庭做什么事啊 你的工作怎么样啊 只知道表面上的事情 可是你有一天 在教会开始工作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 很多很多很多的秘密 那很多秘密是好的 可是通常好的秘密 大家会宣传 那剩下的 是不好的秘密 那圣经 讲这个题目 是怎么讲的呢 我希望你们可以把 这张拿出来 我们先看 第一页 看旧约圣经 看新约圣经 我们可以看 有不同的罪 那有分两种 有非死罪 跟死罪 从摩西律法的角度 分两种 你说可是我们现在 不是以色列啊 对我们的国家不一样 可是从这个态度 我们知道上帝怎么分 什么是比较重的罪 什么是比较轻的罪 那我要讲清楚啊 非死罪 是不是说 不算罪 没有 非死罪还是罪啊 对不对 可是很多 很多时候 我们跟基督徒聊 圣经没有说 要判死刑 所以我们可以现在做 没有啦 非死罪还是罪啊 对不对 好 我们看 有什么罪 是我们现在的人 不应该做 我们刚才看 跟很多前书七章 对不对 他说 两个人结婚了 两个人结婚了 身体属于谁 我结婚了 我的身体不是我的身体 对不对 现在我的身体属于对方 那对方的身体属于谁呢 属于我 哇 这个观念 我看报纸 我上网 我没有听过 现在的社会 大家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身体是我的 对不对 我要怎么对待我的身体 我都可以 那有一次 我听一个人 听他的演讲 听了我 我真的吓一跳 他用喊的 我要怎么用我的身体 我都可以 哇 我觉得这个人很野蛮 哇 我听得我真的 真的听不下去 因为 圣经说什么 我结婚后啊 我的身体属于对方 所以我看网络 我看新闻 大家都强调 我就是我 我要决定什么 我就可以决定什么 前提是 除非 我同意 我们就 不会有夫妻的关系 可是我希望你们可以看 圣经的角度 角度完全不一样哦 圣经的角度是 相反的 除非我们同意 两个人同意 我们就要有 夫妻的关系 对不对 那个观念是相反的 是不一样的 那有些人 他们从外面看 教会 他们觉得 你们都批评 每个人 他们要做这个动作 要去找什么人 你们都会批评 我们不会排斥性生活 我们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比无神论者 还看重性生活 我们的看法是什么 除非两个人同意 就要维持下去哦 有一次我在灰墓堂 有个姐妹啊 来找我 她说 哦 我要跟你讲我的婚姻啊 她讲很多很多很多 那我听了 她跟我讲啊 我十年拒绝我的先生 你知道她最后做什么吗 她有外遇了 你在看哥伦多前书第一章 他说 夫妻就要有一般的夫妻关系 为什么呢 要避免犯罪 那这个姐妹都要怪她的先生 你知道我怪谁 我怪她 她说什么 她说 台湾的男人都很不好 我说 可是我认识的男人都不错啊 她说 因为你认识的是基督徒 那我问你们 这个姐妹跟谁结婚 有没有听神的话 跟弟兄结婚 没有 后来 因为她没有听从神的话 造成什么 她很痛苦 她的先生也痛苦 那有的人跟我说 可是他们彼此相爱啊 为什么不可以结婚 我问你们 她拒绝她先生十年算爱吗 有一个年轻的牧师 打电话给年长的牧师 他说 牧师 我跟你说 我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我的教会 单身的人都有新关系 结婚的人都没有新关系 我们看第二个例子 卖银 有一次我去香港 澳门 深圳 二十四小时之内 二十四小时之内 有六个妓女找我 圣经讲了两个角度 圣经讲两个角度 圣经说 第一 你不要当妓女 这是一个角度 对不对 第二个角度 他说什么 你不要找妓女 对不对 两个都说 因为有些人 哎呦 他们说 不要当妓女 这个非常差 我可以找妓女 对不对 这是他们的说法 对不对 我们基督徒说 不对啊 你又不可以当妓女 或者妓男 又不可以找他们 可是在我们社会 我问你们 那六个妓女是我去找的吗 不是 他们找我 所以我觉得我们说找妓女 我们说错了 我们应该说 我们被妓女找的 我们要小心 那我们看第三个 婚前的性关系 我天天上网看新闻 那新闻都会分 会分 同意 跟不同意 的性关系 那不同意是什么 抢奸 对不对 那新闻一直讲 一直讲 一直讲 这个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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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可是你越说 不同意的 是不好的 你好像在暗示 得到同意是可以的 对不对 那前几个礼拜 在台湾这边 就有一个人跟我说 我认为 两个人都同意 是可以的 这是他的道德观 没有 圣经没有分 圣经没有说 不同意就不对 同意就可以 圣经说 你没有结婚 就不对 圣经很看重 婚姻 可是我们现在的社会 哦 没有啊 成年了 要自己做什么 就可以啊 嗯 不对啊 不对啊 我跟你讲一个例子 现在的人都觉得 他们比上帝聪明 十几年前 我当学生 上辅导课 要学习怎么辅导别人 那因为我是学生 老师让我 让我们学生 来听他们辅导别人 我们不说什么话 就听 好 有一对年轻的部付 走进来 啊 我们的婚姻有困难 我就听哦 那辅导问他们 有什么困难 那太太说 我觉得我的先生 他一直要看 其他的女孩子 我都不高兴 哦 这样子 怕什么 怕他会找第三者 那请问 你们结婚前 你们结婚前 有没有性关系 有 那个太太说 所以 因为我知道 他婚前 会做不该做的事情 我怕他婚后 也会做不该做的事情 那这都是先生的错吗 婚前 谁帮他做错的事情 所以有些人 他们以为 他们比上帝聪明 他们说 我一定会跟这个人结婚 反正会跟他结婚 婚前就可以 随意做 对不对 不对哦 那还有一些人 会分年龄 这个年龄以上可以 这个年龄以下不可以 圣经有分吗 圣经说 你没有跟他结婚 不管他的年龄多大 还是不行 所以我觉得 现在的社会 要玩新的游戏 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是年龄够大 还是不够大 不要问这些问题 我们基督徒问一个问题 结婚了吗 对不对 没有结婚 我们就说 不对哦 因为我们现在的动作 是一种投资 对不对 我现在跟这个人 怎么互动 二十年以后 也会影响我们的互动 对不对 好 第四 外遇 我很喜欢圣经 从积极的角度 讲这个题目 圣经 说 你看 真言五章十八节 要使你的泉源蒙福 要喜悦 你幼年所娶的妻 圣经的角度是 你专注你的太太 专注你的先生 这是很积极的 对不对 我跟他培养关系 那别人会来找你 会啊 台北 现在 我听过 有一个牧师 你要打电话给他 要打电话给他的 秘书 才可以打电话给他 因为他怕 别人用不正当的理由 来找他 因为他们会啊 他们会啊 这不是他找他们 对不对 别人找他 我有一个朋友 是传教士啊 结婚了有四个孩子 他去 基督徒办的营地 基督徒办的营地 来的人 我不算是谁 可是通常这种地方 大部分的人 是基督徒 他去那个地方 他说 这是他说的 有两个女人 给他一些暗示 好像喜欢他 那当然他没有回应 所以就没有 没有进展 为什么去基督徒办的地方 可能都是基督徒 还要小心这些 好 虽然这些算非死罪 也算罪哦 我们再看第二行 死罪 第一 乱伦 乱伦跟非乱伦 要划什么界限呢 立位记十八章 讲得很清楚 有点太清楚 我们记不清楚 因为真的很细哦 后来我仔细看 从我的角度 谁算乱伦 谁算不是乱伦 你知道吗 圣经算得这么细 我的舅妈 假如我的舅舅过世了 我可以跟他结婚 可是我的婶婶 我的叔叔过世了 我不可以跟他结婚 还分得这么细哦 好 我问你们舅妈 跟我有没有血缘关系 没有 审神 有没有跟我血缘关系 没有 可是圣经 也是这样分 对不对 很有意思 还分什么妓子啊 妓妇什么 你自己看 我背不起来 真的 真的太细 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 我认识 一个律师 他说 一直到现在 新加坡 法律 的定义 就是圣经 圣经的定义 所以不要以为 这是奇怪的东西啊 我鼓励你 回家 再看 那今天的人 我说今天的人 他们说 为什么我们不要犯乱伦 他们说 因为你生的孩子 可能有问题 好啊 那他们 下一句话是什么 假如两个人 年龄够了 不会生孩子 对不对 他们说啊 就没有问题 这不是我们基督徒的逻辑 我们基督徒的逻辑 不是 哦 不要生孩子 就可以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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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伦就是乱伦 第三 奸淫 因为圣经 看重婚姻 对不对 奸淫的定义 是看 女方 有没有结婚 她已经结婚了 或者订婚了 这就等于 死罪 没有结婚 那 非死罪 也是罪啊 可是是非死罪 可是结婚了 哎呦 不要破坏家庭 这就等于 死罪 现在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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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说 你觉得你的婚姻无聊吗 那你可以找第三者啊 可以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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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重 而且我看过 我看过 网络有一些奇奇怪怪的逻辑 他们说 奸淫 是没有 受害者 受害者 的罪 听起来很好听 对不对 没有受害者的罪 那就 不应该算罪嘛 没有受害者 是吗 我告诉你们 奸淫 不是两个人的事啊 也影响他们的配偶 也影响他们的孩子 可能也影响他们的父母 可能还会影响 其他的朋友 家人 有很多受害者 而且他们两个也 也算受害者 是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受害者的事情 可是现在 现在我看网络 有的时候 他们怎么有这种观念 完全不是我们基督徒的观念 他们认为 没有神 我要做什么就可以做 你也要做 好 我们同意了吧 问他就好了 不对 我们要问上帝 第三 统性恋 我知道现在的人很喜欢说 男人跟女人一样 一样 一样 那男人 女人都一样 而且大家喜欢说 我要跟我最好的朋友 结婚 那假如我是男人 我最好的朋友是男人 而且男人跟女人都一样 那就跟男人结婚吧 这不是圣经的说法 圣经的说法是 男人跟女人不一样 哦 小孩子出生 我们跟他们说 你是男人 你是女人 对不对 我们不要问两岁的小孩子 请问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这不是我们贴标签 他们出生的时候 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细胞 已经有上帝选的性别 我听网络啊 网络说 不要因为我们身体的某些地方 而说我们整个人 没有没有 你真的不懂科学 每一个细胞 你还不认识一个人 不用请他把手伸进来 看哦 那是男人的手 还是女人的手 只要刮他的皮肤 刮他的皮肤 把那几乎看不到的细胞 拿过来 我们一看就知道 是男的还是女的 所以现在的人 喜欢说 可是他们两个彼此相爱哦 你爱你的父母吗 他们爱你吗 那你觉得跟他们结婚怎么样 你爱你的孩子 你爱你的孩子吗 你爱你的弟兄姐妹吗 你爱你的朋友吗 婚姻 要看爱 也要看很多 也要看很多 可是现在大家说 好像有两个人 他们好像彼此相爱 就可以结婚 哇 难怪我们的婚姻 都有很多问题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人 我们觉得我们一直进化 对不对 一直进化 我们认为 我们比以前人好 对 我们一直进化 以前他们的观念 不太成熟 以前他们排斥这个 排斥那个 排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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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自由 哦 是吗 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到 世界的 巅峰 我不认为 现在的忧郁症很多吗 五十年前有忧郁症吗 几乎没有 我觉得我们没有到巅峰 我们跑到疯癫 六年前 我讲 我讲这个的时候 我提到受教 我没有听过 圣经有提 对不对 圣经有提 圣经以外 我没有听过 这六年以来 我有听过 所以我觉得 那我还要再讲一次 有人觉得 人 就是动物的一种 对不对 圣经不是这么说的 圣经说 我们人 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 我们不是动物 动物也不错啊 神创造他们 对不对 可是他们不是人 上帝跟 挪亚说 你可以吃动物 对不对 他没有说 可以吃人 差很多啊 差很多 差很多 那动物 我们保护他们 我们不会虐待他们 我们珍惜他们 可是 要吃的时候 我们可以吃 人 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有些人 他们 把这些关系 都弄砸了 还要跟动物 有这种的行为 请你们看背面 好 刚才我讲的 都是消极的 对不对 可是 我觉得我们 基督徒也要从 积极的角度看 你已经跟我说 我不要做什么 好 现在我一定要 做什么 圣经给我们 两个 两个情况 一个是 婚内 的性行为 一个是 真结 看左边 希伯来书说 人人都当尊重 床也不可误会 因为 狗和行淫的人 神必要审判 婚姻 是神 看重的事情 可是 现在的人 越来越 不看重婚姻 那这是 政府 前面 答应一些事情 那 或一阵子 到政府那边 再办离婚 也一样嘛 而这不是 上帝的态度 这不是上帝的态度 我们基督徒 我们的看法是 我们在神的面前 宣示 那在神的面前 宣示 政府说什么 也没有用哦 我们在神的面前 已经说 我答应神 我跟你在一起 对方答应神 他跟我在一起 对不对 那保罗 看右边 保罗说 他们要结婚 我愿意众人 像我一样 圣经也很看重 单身的角色 我们看左边 婚姻 有积极的行为 因此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 赤身漏体 并不羞耻 积极地专注对方 婚姻不是顺其自然的事哦 顺其自然 两个人慢慢地 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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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是积极的哦 我专注你 你专注我 培养好的关系 要投资 对不对 要种种子 对不对 要 要 现在开始做 可能很多年以后 才会 收割的事情 可是因为我们有 长期的态度 我们愿意做这种的投资 那看右边呢 单身呢 避开隐形 选择虔诚的朋友 记得最有代价 很多年前 我认识台中的一个朋友 二十四岁哦 二十四岁 已经有性病了 二十四岁 他跟我说 他去找妓女啊 二十四岁 就有一辈子的问题 我们看左边 真言 要使你的全员蒙福 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 他如可爱的鹿 可喜的母鹿 愿他的胸怀使你实时知足 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 我儿 我为何恋慕淫妇 为何抱外女的胸怀 投资在配偶的身上 这是积极的事情 那右边呢 单身的人 有没有出名的 以利亚 以利沙 所以我们基督教很看重单身的人 我们看左边 私欲是一个问题 提摩在后书说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他说逃避 逃避 有些人说 我要站稳 我告诉你 你真的没有智慧 这种问题 你站不稳 圣经告诉我们逃避 很有意思 圣经说 我们要抵挡魔鬼 对不对 抵挡魔鬼 魔鬼就会跑 很有意思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说 看到魔鬼就跑 可是私欲的事情 我要站稳 没有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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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些问题 有引诱 我们就离开那个地方 看右边 你看帖子东西家前书 神的旨意 很多人都问 神的旨意是什么 神的旨意是什么 牧师 你认为神的旨意是什么 请你看 请你看 好不好 请你们看 你自己看 是要你们成为圣洁 对不对 远避隐行 可是很多人 他们要过 不圣洁的生活 他们要享受 隐行 还问我 还问我 你认为神的旨意是什么 神已经讲了 你先注意这两点 所以我希望 今天你看完这些细节 我觉得我们做牧师的 跟听众有一些不公平的地方 我们讲到前 我们默想很多 对不对 可是会有 来之前还没有默想 对不对 回家 没有默想 结果到最后 谁记得呢 牧师记得 所以因为你们 来之前 没有默想 你有功课 我要你回家 默想 我已经尽量 把这些 写得很清楚 我觉得我 分析得很清楚 这是我的看法 非死罪 死罪 都是罪哦 还有经文 你回家再查 你没办法 不同意我的看法 你没办法 没办法 我已经看圣经 我知道圣经是这么说的 所以请你回家 再看 你自己不同意 你就要改变你的想法 你认为你对哪一个 比较有 有问题 你要小心 多看那几个经文 而且我希望你看背面 积极的 积极的 这个态度 有两个 你要选一个 那很多人 我说大部分的人 他们 在一生当中 需要两个 我的父亲 三十岁结婚的 所以他年轻的时候 单身 对不对 结婚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这里还有一些人 还没有到四十二岁 对不对 结婚了四十二年 我的母亲过世了 好 从七十岁到八十八岁 还有十八年 又过单身的生活 那有些人 我昨天听到我的一个朋友 现在应该五十岁 五十岁要结婚 五十岁结婚 所以我要跟结过婚的人说 小心啊 你可能还要过单身的生活 我要跟单身的人说 要小心啊 你可能要过结婚的生活 对不对 所以不要小看一边哦 因为你不确定 明年你是结过婚的 还是单身的 所以两种都很重要 请你们回家看 这是我们积极的态度 我最后讲一个例子 你们知道新约 有人抓一个女人 说她犯了奸淫 好 耶稣没有跟她说 没关系啊 没关系啊 耶稣说什么 不要再犯罪 所以我们基督徒 假如我们犯过这些罪 那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到神的面前 悔改认罪 不要再犯 很多基督徒他们的看法是 悔改认罪就好了 继续犯罪 不对了 你悔改认罪的意思就是 不要再做 那我们要学 耶稣的教导 好 你犯了罪 我承认你犯了罪 可是 你悔改认罪 不要再犯罪 这是今天 我要跟你们讲的信息 我们一起祷告 神啊 我们真的需要你 你知道 你创造我们 而且你知道 这个题目 不但 影响我们的身体 也影响我们的心灵 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 你知道 我们的方向 你也知道 我们的心 我们的本性 是充满罪恶的 所以我们求你 帮助我们 避开罪恶 积极地 学习圣洁 我们这样祷告 都是奉靠 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要是 你也知道 你还知道